大家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Focus Point 它自从跌破了这个指示线之后呢 过后呢,又再跌破这个 推指线,也就是说1.38跌破了 1.30也是跌破了 现在呢,它就从这边弹上去 但是它还是没有能力 跌上去这个之前的推指线 也就是1.305 还不是很稳定 如果你要进场的话呢 最好才是等它突破这个 筹码主力线的指示线 也就是1.38的时候 再考虑要不要进场 没有跌上去1.38的话 基本上都是看看就好了 如果它继续右撑回来 这个就要更加小心 它的支撑就是这一个K线的 这条红色K线的最低价 也就是1.20 跌破1.20的话 这个肯定就是一个慢出信号啊 所以现在什么东西都是观察 跌破1.20要慢出去 突破这个1.38的时候 再考虑要不要进场 这是我的个人看法 并没有任何的买卖建议 谢谢大家